在這個旅遊的過程當中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來到花蓮 大家知道花蓮是抗海的 所以已經搶很多很多的海鮮 那你們可以選擇可能到港邊的地方 買現場的漁貨 然後做公主 另外一個選擇 你也可以來到花蓮市中心的地方 有一個非常有名 而且很道地 然後又有很便宜的海鮮料理餐廳主養 它可是遠近殖民 連日本的電視台都來採訪喔 尤其館真的非常非常的興奮 因為老闆娘為我們準備了他們很道地的起口菜 有好幾道 我們要介紹給觀眾朋友認識喔 在這間有名的店裡呢 當然邀請到也很有名的老闆娘 叫珍琪 她喜歡跟這個海鮮珍琪透顏 名字很妙欸 對啊 那是不是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妳今天為大家準備什麼樣好吃的呢 這是我們今年夏天推新推出的 泰式酸辣漫波 它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您說的是這個嗎 對 就是這個 看起來像菊肉的 對 像果凍一樣QQ的很好吃喔 妳幫我試試看 那這個冷盤的話要怎麼樣吃囉 沾上我們店裡特製的這個漫波酸辣醬 直接就是這樣子沾 對 妳們家的漫波魚好會滑喔 妳看 滑溜滑溜的 我覺得有涼拌海鮮的那種口感 對 那接下來的第二道菜呢 之前我們準備的是三杯雞嗎 不不不 它不是雞 它是魚 它是三杯前漫 所以是鰻魚嗎 對 鰻魚 海裡面的鰻魚 妳可以試試看 它的皮質也是很有膠質的喔 一看就知道 感覺很像東波魚 你們家的膠原蛋白也真的太多 而且它的皮很脆 妳是不是先炸過 然後再繼續做三杯 所以並不會像東波肉那樣肥肥的 接下來這道是魚卵 是我們花蓮這季節才有的 巴蕭其餘 也就是雨傘其餘的魚蛋 非常的大 所以把它切一切來做紅燒 可以試試看 它有那個魚卵散開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那個紅燒麥的口感 可是裡面是一顆一顆的魚卵耶 那接下來這一道 你這個魚的料理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醋魚 有點像以前的松鼠黃魚 但是那個醬汁呢 我們改過了 就不是以前的糖醋醬 不甜 它只有帶微酸 你可以試試看它的醬料理 好 像以前的糖醋 它是勾芡的 它真是 單純就是醋醬 所以你說它是 醋魚 醋魚 所以基本上這一道呢 就也很適合夏天來吃 因為它是比較酸酸的 對對對 而且炸得酥香 所以魚頭是很多人喜歡吃的地方 對 珍奇我發現其實啊 真的你今天為大家準備的這些料理 都是大部分會吃不到的 很特別啊 對 尤其像你說這個魚卵 它其實吃起來沒有那種 散狀軟的感覺 可是卻有海鮮的那個鮮甜的味道 然後我想要換一個問題的是 我知道你們這邊開滿久的嘛 因為其實問很多人都知道了 對啊 你們開多久了 30年了 其實是從我爸爸那一代就開始做了 我算第二代了 所以你們又要發揚光的啊 那如果說像一般的觀眾 只要來這邊品嘗你們這些 非常新鮮的海鮮的話 裡面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10點到下午2點 那晚上是5點到9點半 你可以找花蓮市中心的那個 中華電信後面 或者問一下計程車司機 他們都會帶你人直接來到竹洋 這就是有比較快的方法 所以希望所有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有機會來到花蓮的話 不妨可以來造訪竹洋喔